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应用程序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法案设定了三项条款来判断一家公司或者实体是否受到外国对手 如中国 俄罗斯 伊朗或北韩的控制 首先 这个外国人的住所 总部 主要营业地在外国对手国 或者根据外国对手国的法律设立 其次 外国对手国持有该实体20%以上股份 第三 该实体受到某个外国对手国家的人或实体指挥或控制 3月20日 美国众议院以414票对0票通过一项法案 禁止数据经济商将美国的敏感数据传输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对手国家 该法案出台的时候 人们担心中国政府将迫使TikTok提供美国用户数据用于监视或影响活动 华尔街日报报道 TikTok因其算法如何挑选用户内容而受到关注 不论是关于青少年抑郁等敏感话题 还是围绕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等全球性辩论 报道还提到 美国官员担心TikTok的中国背景可能让北京有机会收集美国人的数据 并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 主流媒体也指出 TikTok法案在参议院的推进过程中遇到了阻力 一些关键参议员表示将按照惯例进行立法程序 这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 民主党参议员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Ron Wyden向《华盛顿邮报》表示 由于这些领域变化迅速 草率行动或缺乏充分事实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商业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参议员Maria Cantwell则表示 她将寻求一种既符合宪法又能保护公民自由的解决方案 同时TikTok在3月15日向美国部分用户发出通知 呼吁他们联系参议员反对该法案 通知中表示 告诉参议员TikTok对你有多重要 请他们投票反对禁止TikTok的提案 如果参议院通过投票 你在TikTok上钟爱的创意和社群可能将不复存在 华尔街日报3月30日也报道说 有不少国会议员面临他们子女的游说 劝说他们不要进TikTok 众议院的这项法案迅速成为美国的焦点话题 内容创作者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禁止TikTok将对小型企业造成打击 并侵犯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英国市场研究公司Saventa 在3月29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2000名18岁或以上美国人中 有一半反对该法案 而支持的只有28% 与此相反 主流保守派和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士 则对该法案表示支持 他们认为TikTok会被中共通过抖音来控制 可能被用来破坏美国 包括通过成瘾性算法和散播假讯息 来伤害美国社会 最终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他们还对中共政权的危害性发出警告 并强调让美国数据落入中国的控制是不明智的 知名人士也对TikTok法案发表了意见 马斯科在3月12日X平台的贴文中表示 该法案不仅涉及TikTok 还涉及审查制度和政府控制 他还说 该法案应该只引用外国控制作为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 马斯科转发了共和党众议员 Thomas Massey的推文 后者将TikTok法案 描述为特洛伊木马 惩罚在美国分享 维护或更新 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程序的互联网托管服务 与此同时 前美国总统川普对CNBC表示 没有TikTok 你会让Facebook变得更大 但我认为Facebook是人民的敌人 川普还说TikTok有很多人喜欢他 TikTok上的许多年轻人 如果没有他就会发疯 播客主持人和法律评论家 对于TikTok禁令的辩论提供了独到的见解 美国最出名的科技播客 All-in Podcast的四位成员 对TikTok法案持有分歧的看法 在3月15日发布的第170集播客中 Chall Math Palihapitia举例说 他认为自己手机中的TikTok应用 很可能不断监听他的谈话 并推测 这背后很可能存在着合理的国家安全担忧 Chall Math表示 除非我们能在中国市场中 拥有我们的应用程序 否则他们也不应该在这里拥有他们的应用程序 与此同时 David Sachs对TikTok法案过于笼统 和含糊不清表示担忧 认为这可能导致他成为一个爱国者法案2.0 爱国者法案是国会为了应对海外反恐战争而通过的 后来却被用来监视美国公民 David Sachs也认为 国会针对TikTok并实现与中国的互惠 一个方法是将禁令纳入贸易法案 而不是赋予美国政府 可能被滥用的新权利 David Sachs说 华盛顿有句老话 最坏的主意往往是两党都支持的 由加拿大前律师及政治评论员 David Fryheit 与美国律师及政治评论员 Robert Barnes主持的播客 Viva与Barnes Live 从法律和宪法的角度 分析了TikTok法案 在3月17日发布的第202集中 Robert Barnes认为 TikTok法案在本质上 是针对社交媒体的爱国者法案2.0 Barnes指出 首先 该法案不仅针对中国拥有的外国应用程序 还涵盖了广泛的外国对手 其次 对拥有权的定义 不仅限于实际控制者 还包括外国对手的代理人 第三 美国总统有权对禁令发表意见 Robert Barnes表示 这意味着TikTok法案可能让美国总统 拜登在选举期间 以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为理由 禁止前美国总统川普的 Truth Social媒体平台 或以视频平台Rumbo 允许Russia Today 在其平台上 为由来禁止它 Robert Barnes还怀疑 TikTok法案纯粹是政治表演 因为法案违反宪法 他引用了2017年的 Tettingham判决 最高法院认为 北卡罗来纳州 禁止登记的性犯罪者 使用社交媒体网站的法规违宪 因为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透视中国 你会先知先觉